各議館政府幾十六號 招開第十七處傳染性危險 疫情跨局處緊備會議 臺灣統治九十年 已經四十三天沒有新情感的 本土病例 再來疫情慢慢的苦患 官府也在會議後 中央秘書中落勾現 進合相關局處 立定所勤進行方案 基盤在處多落各議館的經濟 各議館中央張梁基村 看局處緊備會議 隨著以前的製造日前標準 在檢國方議跟進行之下 調整比當 臺灣已經認識一個多月 沒有新情感的本土案 現在大主要正常在進行 以及所謂 會議中特別交代 比市長近日前 所交給關府消極進行 以及民眾生活相關的局處 清楚是經濟發展處 總合規委處 社會局長等位進行討論 立定定行討論 希望在會後可以儘速推動 讓民眾不用議事 以前影響日常生活的優遇 感受關府為了 重點民進行經濟和用心 那這樣的會議實際上 隨著疫情 那有時候防疫 有時候振興 那會隨著不同的 疫情的節奏 我們去做處理 那現在這個階段 大概是振興 租困 那整個的比重跟分量 那比防疫重一點 因為台灣已經連續 四十幾天沒有本土案例 而且有一些零確診 那如果有確診的話 也大概都是國外的 這個境外移路 那所以今天特別交代 秘書長召集 新政府有關涉及到 振興方案的一些 涉及鄉親的生活的這些局勢 那應該做一個開會 那趕快提出一系列的振興計畫 那我們希望這個開會完了以後 能夠馬上推動 讓整個鄉親可以感受到 整個家裏縣政府 對於整個民生經濟的活絡 國中央長梁也有高麗民眾 來這裡走走 六位推出 修圖北海幾山太陽館 621日環時之旅 管府結合各議官 路修業者推出 途行的大衆議會方案 25斤路修業者 各自日環時之旅的領用 提供方案 接口方向心定 心態都難兵服務 四星新聞創民黨 各議官裁縫報道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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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人生最閃耀的寶石 沒關係 這也沒辦法 沒想到我辛苦的一生 竟然在你心裡 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很抱歉 我是一個貧窮的爸爸 治療吸血肝炎 實在太貴了 加上晚期發現 錯失了治療的機會 所以 對不起 爸爸沒人牽著我的寶貝 走上紅毯的那一段 因此如今 我只能在天上注視著你 但相信 你一定會得到幸福 嘉義士現在有免費鳴耳篩檢吸肝 並且全額補助治療 治癒於97% 爸爸 家義士是肝癌發生率全國第一 死亡率全國第六 是西行肝炎的重災區 以前治療西行肝炎 它是需要施打干擾術 非常的痛苦 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西行肝炎現在有口服新藥 副作用小 而且健保可以全額負擔 97%以上的人可以治療好 現在要請30歲以上還沒有篩檢的好朋友們 趕快來參加嘉義士政府辦的免費篩檢西行肝炎 免費篩檢西行肝 攜手保護新肝